三星对手苹果公司公布今年最新200大供应商名单 台厂占了39家 其中鸿海市最大的赢家 总共有27个据点列入 不过友达却不在名单之内 外界分析这意味台湾显示面板厂 目前已经完全退出苹果链 也有分析师认为台厂面板本来就不是苹果主要的供应商 因此对产业影响不大 苹果公司28日公布 2017年度全球前200大供应链名单 台厂占了39家 其中鸿海集团共有27个厂区据点列入 唯一最大赢家 封测大厂日月光则有8个据点列入 金远龙头台积电也有6个据点 不过相较去年度的名单少了友达 古松及兆利 这也意味台湾显示面板厂 目前已经完全退出苹果链 台湾的面板要供应苹果的这个比重就是没有 而且其实所以说它有没有退出 其实对这个整个台湾的面板 好像其实影响是不大的 以友达来说 仅2%营收来自苹果 加上台厂面板以生产中大尺寸为主 属于中高阶产品 苹果采用的OLED面板则是高阶需求 主要供应商为日本显示器公司和韩国三星 不过现在中国近东方也积极拓展面板业 甚至传出苹果有意将订单移往中国 分析师认为 未来才是决定面板顺负关键 像鸿海的夏浦 它其实也积极在建设这个OLED的面板生产线 那之前也看过这个 苹果来台湾跟友达合作实验室的部分 它都代表着台厂未来想要能够切入 这个苹果的这个面板的供应链 这个其实是未来比较值得观察的 根据研究机构公布 2017年1月全球大型液晶面板出货量 台湾友达籍群创的大型面板出货量 合计占全球市场的32.1% 台湾各大厂更投入研发 将生产技术延续到小尺寸面板 就是希望抢得先机 新唐利亚的电视中模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